蒙特利公園市3月3號選出3名市議員 吳鶴月、蔡巴斯丁連任成功 林達堅也代替王維剛 成為第5位市議員 昨晚3人在蒙市市府宣誓就職 已經任滿8年的前市議員王維剛 也在當晚榮退 榮獲社區市府班長 王維剛表示 雖然不能繼續再作為市議員 為市民服務 但是自己不會離開這座心愛的城市 也一定會繼續以力所能 為城市發展和提升社區品質作出貢獻 王市市長王喬漢 副市長陳鎮申 事員吳鶴月 蔡巴斯丁也先後發現 表達對王維剛的敬重之情 四任儀式之後 今年當選的吳鶴月 蔡巴斯丁、林達堅3人 隨後依次登台 是書記官陳文亮主持 親友監世下 林達堅邀請所有支持他的民眾 和他共同宣誓就職 氣氛熱鬧 他表示之後會開始努力 為城市工作 將蒙市打造成一個更好的城市 今天能夠競選成功 是因為我得到了我們全部市民的支持 得到我們的Electofficial的支持 所以我會好好地在這裡把我的四年的任期 努力地工作為市民工作 天涵為市記者李浩晴 查封報導 你關門的過程 照片 均勿